哈喽大家好,我是舅舅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以前小时候父母很常骗小孩子的话 就是为了让你学乖 然后讲一些小故事来骗你 我相信这些故事应该只有 在80后跟90后的小朋友有听过 现在80后跟90后应该不是小朋友了啦 就是他们在小时候的时候 父母会讲一些骗你的东西 算是善意的谎言 然后编的故事来跟你讲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这样做会怎样怎样 第一个就是虎姑婆 刚才歌也是有听到 以前就是有这样子的耳歌 所以父母在讲的时候你都会相信 然后你狠狠狠睡的时候 给爸爸妈妈抓他就讲 你再不要睡觉,再不要睡觉 等下虎姑婆飞过来 飞过来跟我就咬你的小指头 看你怕不怕,看你怕不怕,还不快你睡 然后当下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话 还真的是乖乖盖背 逼自己睡觉 因为就是害怕那样虎姑婆会来 当时我们认为虎姑婆就是巫婆 所以就是很可怕的偶人 第二个就是 在打雷的时候讲话不可以大大声 好像平时我们在家 小孩子玩手机 啊啊啊啊啊 这样子喊啊 然后父母看到他刚好在下雨的时候打雷 他就跟你讲 啊打雷 你大大声喊 大大声喊 你嘴巴就歪掉了 你屁下你嘴巴就歪掉 这样子 然后我们讲 会怕 真的是当下会怕 然后就会 每次在下雨的时候打雷 过后讲话就会 变得比较小声 然后你玩的时候 我也不是很敢喊 这是真的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当时会相信这样子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会不会去相信 可是就是当时太天真了 会去相信这种话 第三个一个就是算蛮common的 就是指月亮 你在晚上的时候 父母跟你讲 啊你不可以指月亮啊 月亮是神 你指月亮的话 月亮会割你耳朵 就是割你这种耳朵边 然后会割你耳朵边流血 然后以前真的是有朋友 就是有小朋友 他的耳朵睡觉起来这边旁边 这个边啊 会流血 所以你就会认为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指了月亮 所以月亮割你耳朵 然后当下你就真的是会怕 就每次 不会这样去特地指月亮 儿子会这样子 啊你看月亮今天很圆啊 然后你看月亮今天又不一样 你就会用这样子的手指去指 然后你不是很敢真的这样子 因为就是父母 骗就是 你算是骗吗 这算是 教我 应该是教我们啊 教我们就是以对的方式去对待月亮 因为他们认为月亮就是神 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子 那样子要这样子 如果你这样子 你耳朵就会被割到流血 然后第四个 就是晚上的时候不可以吹口哨 或者是吹任何的乐器 以前小时候就是有学那些笛子啊 然后你就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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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父母就会觉得很吵 而且就会跟你讲 啊晚上的时候不可以吹笛子 也不可以吹口哨 这样子 欸 我不会吹 哈哈哈哈 就是 那种嘴巴都嘟全就 这样子的啦 我不会吹吹就算了啦 然后 哈哈哈哈 所以觉得自己很好笑 然后被这样吹 你这样吹会招蛇来 你不是招蛇来就会招蛇来 所以就会这样骗我们 然后其实是真的吗 还是蛇其实听到这些都会来 然后父母是在讲真的话 还是在骗我们的 到现在我长大了我还不知道 可是就是有小朋友这样做 我会automatic跟小朋友讲 啊不可以吹口哨啊 吹吹口哨啊 晚上会有蛇来啊 可是我就不会骗他有鬼啦 因为现在小朋友也蛮紧的 所以不会认为这世界上有鬼 然后我也不想吹小朋友 所以我就没有讲有鬼 我就就每次讲 他吹口哨也是什么 就很吵的时候我就会讲 啊不可以啊 因为有蛇来的啊 第五个 然后第五个就是吃饭要吃干净 如果你吃饭没有吃干净 你爸爸妈妈就会讲 啊你饭不干净啊 那个饭盘里面有饭啊 改制你的老公啊 就是老婆啊 你一点就是抹饼啊 就是那一粒一粒的那个饭地 这样子很多兜兜啊 看你怕没有 看你怕没有 啊然后你就会讲 啊改制我的老公老婆 哎老婆对老公老婆不要这样丑 所以你就会乖乖吃碗 然后就讲 嗯是不是真的 然后其实 我也不知道是真假啊 啊然后我吃饭 有时也蛮不干净 然后我现在有男朋友的脸就 确实是没有很好看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一定是骂死了 刚才讲了这么多 然后其实你们有听过几个 还是你们爸爸妈妈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骗 一些故事来骗你们 在你们小的时候啦 有听过哪一些 你们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讲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我本身就做了五个 然后Giki也是会做五个 所以你们可以过去他的频道 看接下来的五个 如果你们觉得有同感 或者是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并且分享 还没有订阅我的 记得订阅我 拜